Hello,大家好,Good morning everybody, it's Phoebe from Nudescare 所以我今天想要为大家介绍一个我们公司从台湾进口进来非常好用的一个产品 也是我个人最爱的产品之一,那就是保湿手套 好,这个手套 这保湿手套呢,是我找了一个很久的一个产品 那因为也是要解决我自己个人的需要啦 那大家知道呢,我在临床上工作 那在临床上工作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常常洗手 那常常洗手的结果呢,就是手会变得很干 那其实呢,公司会在很多地方都会为我们预备乳衣 譬如说在洗手台啊,在我们的护理站啊 或者是在药车上面 那甚至我们自己在口袋里面我们都会带着乳衣 但是其实都不够 那一整天下来手还是非常的干 那特别在加拿大的冬天 天气又特别的干燥 所以甚至到冬天我的手都是裂开的 那非常非常的痛 所以我就在找一个比较好用的乳衣 那我们也会询问同事之间 也会彼此问一下要怎么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有同事跟我讲说 你可以在晚上睡觉之前 你洗完手之后涂上凡士林的乳液 然后再戴上那种一次性的抛弃式的手套 那早上起来再把它脱掉就好了 那我有试过 那这样的方式有一点点的效果 对我来讲 为什么呢 其实凡士林它的保湿效果很好 就是说 但是它很连 那当你晚上戴上去的时候 睡觉戴着手套 那个一次性抛弃式的手套 并不是很舒服哦 然后呢 重点是你晚上睡觉的时候 手套可能就掉了 然后就不见了 然后早上起来你就发现那个床 真的是脸搭搭的 有点真的是不太好 那所以呢 我就找了很久 然后终于在台湾的厂商制造厂那边找到这个东西 它是一个保湿手套 那我现在要告诉大家看里面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所以当你如果把这个东西打开的时候呢 它就会有一双保湿手套 它就是像这样子 紫色的一个保湿手套 那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为什么它可以保湿 就是你看它的里面 它的内层 其实它是有薰衣草精油的配方 那它可以消除疲劳 那重要的是它还有合合巴油 这个配方它可以软化你的脚脂 然后一些硬解 像我自己也有在做健身 然后有在运动 所以其实都有硬解 那其实它是非常好的 然后你再把它看到 手套的本身 其实它这个的羽毛非常非常的细 而且它是可以重复使用的 所以基本上像你 你也不用每一次用完都行 你只要把它用完 然后几次之后泡泡水 那就可以了 把它晾干就可以了 然后它重复使用到里面这些的这个精油成分 然后慢慢的消退 那到时候你再换就可以了 然后所以通常就是你洗完手之后呢 把手擦干 然后你就擦上乳液 像我这样子随时随地旁边都有乳液 这时候你就把它戴上来 其实这手套蛮大的 我相信男生应该是也是可以戴得下的 如果他们要戴的话 好 那我们把它戴上来 那这时候呢 你就可以开始追剧啊 你可以看书啊 就是不要去洗手就对了 然后就是这样子 它的紫色我也非常的喜欢 那这个特别可以适用在像我们在临床工作的人啊 皮肤非常的干燥 那像妈妈们呢 她常常做夹饰嘛 然后接触那种洗洁精 也是皮肤也非常非常的干 那还有刚刚说的 像我们有那个长硬碱啊 像学音乐啦 还是说我在健身房 然后会用健身器材会长一些硬碱脚子的部分呢 它也会有效的能够帮助这样的一个舒缓 然后手会比较柔软 那你大概戴着30分钟之后你把它脱掉 你感觉就完全的不一样 特别是在加拿大的冬天非常的寒冷 那这里你就会觉得说 哇那个皮肤 干燥的皮肤 突然间就变成非常的柔软 那戴着你也不会不舒服 因为里面其实你就感觉那种冰冰凉凉 然后精油的感觉 然后它不会让你觉得很闷热 所以呢 我想把这个东西介绍给各位朋友 那希望你们会喜欢 那如果有什么问题呢 也可以跟我本人联络哦 所以就介绍给你们拜拜